有个人就想问比特币 就说是否建议买比特币 就说有没有推介哪个好一点 就是他想小小的试一下 哪个比较稳定 我想他是不是意思是依次 还是比特币 对啊还是那些相关概念股呢 我觉得可不可以买比特币 其实就我觉得 好看大家本身信不信这个东西 其实因为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说的 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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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你说什么他都不信的 所以你没有说因为人家建议而去买的 我觉得这个是看自己本身信不信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我觉得纯粹从一个投资角度来说 可以考虑的 但是就一定不会是占那个投资组合里面很多 就是小转 是的 比如占投资组合 可能大概是一成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那拿这一成钱去买这些东西 因为本身比特币是比特币比特币大 那比特币比特币比特币大 没理由比特币比特币太多 这个从否则角度出发 我觉得你百一成两其实是可以的 而二来 始终过去你见到那么多的一些 可能机构好 大的人物都好 都开始是说比特币的存在价值 或者使用用途等等 其实又不排除 之后就夹上去的一个情况 本身的供应量是有限的 所以你选择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我会挺有谈论 如果真的买比特币 买比特币也好 不要用杠杆 就是本身就先说 这些产品的波动性已经大了 如果你再用杠杠杆 其实风险是更加高了的 所以你不用杠杠杆 然后大概占你的投资一成 其实这些风险是有限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 因为不是这样 就变相是更加分散自己的投资组合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真的从 crypto 市场来说 如果是比特币更加分散 那一定是比特币和以太的 因为这两个成交多很多 活跃很多 就是那些什么狗狗币 规模也大很多 其实相对也算大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最稳定 或者最好就是这两只 我觉得会比较合适一点 但是至于股份来说 特别香港来说 虽然都暂中有一些 叫做所谓虚拟货币概念股 但是其实他们就不是那么直接的 或者是将有某些关系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说看好虚拟货币市场的 我宁愿你直接参与那个市场 比再买相关股 其实隔了一阵 但是只不过就只是控制住货币 会比较好一些